你取得更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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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方面的訊息 那我們先請Walden來跟大家說一聲打個聲招呼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Walden 又回來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介紹一下這個 所謂的這個Online Fantasy Game 那主要的這個Online Fantasy Game 目前最主要的是有三個網站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這個ESPN 他們有一個這個網上的Fantasy這個遊戲 也蠻久了 還有一個就是我最開始 一開始玩的叫做Small World 這個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Baseball、Hockey、籃球都有 那接下來講的最後這個就是最熱門的Yahoo Fantasy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三個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那個ESPN呢 ESPN的這個 我玩了大概兩年多 我覺得比較 跟另外兩個比起來比較乏味一點 可是呢它比較多就是說 一般的 一般的這個Fantasy比較注重的是這個球員 那ESPN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你不管要選 不只是要選這個球員 你還是要 你還可以去選這個Coach 你還要選這個Coach 那這個Coach當然是你贏越多了 就對你的這個Points就越好 那球員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是算這些籃板啊 得分啊這種東西 這些Stats 那Small World呢比較特別的一個就是 它不只是比這些Points 它還比這個Salary 它還比這個Salary 它就是說譬如說 全世界有一千個人在玩這個遊戲 那有五百個人買了這個球員 那這個球員的這個Salary的這個Volume 就會go up 那那個一開始呢 每個球員是有三十萬來開始 一個Budget 一個Budget 然後你可以在這個Budget裡面 隨不任意你買球員 那不能買超過 那這個錢這個Budget怎麼增加呢 那就看你怎麼去動這個裡面的Ruster 有的Ruster會這個他們的這個錢 或者Salary會go up 有的會go down 所以要看你怎麼去Manage這個 其實剛剛這個Roden跟我們稍微分析一下 有關於現在這個 所謂的這個Fantasy Sports的一些 這個訊息喔 可能有一些這個觀眾朋友不是很了解喔 就是有關於Fantasy Sports 到底是什麼樣一個東西 其實就像是很多我們在玩股票這種感覺 就是每一個這個球員 我們在電視上看到這些運動明星 他們等於是一個這個股票 那一般呢我們就是會用 像不管說另外有三種不一樣的 就像剛剛講到說ESPN也好 Yahoo也好 甚至是Small World也好呢 那這些等於就是說 您可以去在這個網上去選這些 這個不同的球員當作你的這個肢股 那他的 他的球場上面的表現 就會就像是這個 一般我們股票的這個走勢啊 有好有壞 所以這是一個蠻好玩的一個遊戲 像這個我本身呢在 在網上跟朋友在玩這些東西的時候 常常會覺得說 欸自己好像是變成了一個這個 身為這種總經理這種 這種身份這種感覺 那總覺得說 欸這樣其實是一個很挑戰的一個活動 而且也會體會的到就是說 怎麼樣去做一個這個business 像很多的這些現在的年輕人來講啊 就是可能 並不是非常的了解說有關於 像一般來講我們的 star market 像這個股票上面的這些分析啊 怎麼樣去做啊 可是我覺得說從這個sports 這個比較讓很多年輕的朋友們 可以接受的一個topic上面呢 去去著手的話呢 相信會慢慢對這個 就是如果說像對sports market 或什麼樣之類 會有一些很大的這個興趣喔 那不過呢 現在我們在談到這個所有的之前 我們現在先請Walden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就是說 剛剛除了這三個 這個不一樣的這個網站裡面呢 那現在 像一般來講 這個分數是怎麼說 因為我剛剛在節目當中 我有提到說是這個 我們是以球員的表現 球員的表現呢 是怎麼樣去衡量他們 是怎麼樣是一名好球員 難道就是說永遠是 像籃球來講齁 Fantasy basketball來講齁 Fantasy basketball來講齁 是不是一名球員 只要他這個得分特別強 然後他就是第一名嗎 還是有其他的一些其他的因素 可以去這個考慮在當中 讓我們來聽一下Walden來講 好 那這個 講到這一點齁 我們就要來講到這個 Yahoo Fantasy Yahoo Fantasy是最明顯的一點 是最明顯的一個這個 Fantasy這個遊戲齁 非常注重這個球員的平均的這些 Stats 是 他的這些數字 那像是說 像你剛剛講的說 誒怎麼樣才是第一名 怎麼樣才是第二名 Yahoo Fantasy呢 它最好玩的一個地方 好 大家 球員最 期待的一個就是 這個球季剛開始的這個 所謂的Draft 是 Draft的 每個球員就是 比如說在這一個League裡面 比如說你有12個GM 是 12個GM 那你在Draft的這一天呢 你就會有 1到12的排名 是 那就跟NBA一模一樣 跟NBA每一年的選秀是一樣的 你怎麼樣的 你怎麼樣的這個 呃 選秀的這個 這個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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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還有他的這個 位置 位置是不一定的 那你也可以一定的 那像 我有一個 比較在常玩的一個例 裡面 是 他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這個 規則是說 你今年是第幾名 你下一年的這個Draft 就是第幾名 是有一點這種reward的感覺 好 那 那個 我們來說這個球員的這個 這個 表現這個Ranking來講 Yahoo每一年都會有放這個Ranking出來 是 那已經在排行榜上 一直第一名的 Kevin Garnett 為什麼他是第一名呢 他在NBA得分是第一嗎 從來沒有過 嗯哼 那他的這個 為什麼會Rank No.1這麼久呢 是 因為呢 很簡單 他每場得20分 嗯哼 抓了14個籃板 嗯哼 大概有6個這個 助攻 嗯哼 一個超級 大概有兩個火鍋 所以他是一個 全能型的球員 嗯哼 那全能型的球員 在這個 Yahoo Fantasy裡面呢 是最受歡迎的 嗯哼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上一年的這個 Le Brown James 嗯哼 也是一個全能型的球員 是 25分 7個籃板 7個assist 加3個超級 也是一個怪物 是 所以這兩個是今年的 最HOT的 第一跟第二個Pick 嗯哼 好 那 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Ranking 主要是說 哦 呃 要看每一個 就是看你每一個 Lead的所有排出來的 這個Stats 通常呢 我們會有這個 Field Goal Percentage Points Assist 3 Point Make 3 Point Percentage 嗯哼 Personal Foul Turn Over 嗯哼 Rebound Assist Steal Block 這是一定會有的 好 那比這些數字的話 那我們相對來看 Kevin Garnett 就非常有用 因為他的Field Goal Percentage 有五成 嗯哼 那所以 以這些數字來講 那Kevin Garnett 當然是你的 First Pick 那Le Brown James 雖然沒有像 Kevin Garnett 這麼有這樣子的 這個 這樣子的成績 但是你要找到一個 後衛 得分這麼多 然後又有籃板 又有超級 又有助攻的 那也只有Le Brown James 嗯哼 所以這兩個就是你的 第一個跟第二個Pick 嗯哼 在這個Fantasy裡面呢 你要很注意一個就是 NBA最缺少的是什麼位置 中鋒 是 所以中鋒呢 也常常會在這個Rank前面 嗯哼 所以有很多這個因素 來 這個 來控制這個Ranking 嗯哼 所以呢 一般來講 這樣子一個這個選秀 像剛剛講到說 所謂的選秀 甚至在所謂的這個 呃 看他們這個成績來講呢 都是以這個平均的方法 那這個 平均的這個成績去做衡量 而不是像剛剛文遠講到 就是說 得分比較多的呢 啊 就是 代表說這名球員會特別的強 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個不錯的一個 這個遊戲 一個Concept 因為 呃 本來就是提倡就是說 Sports來講呢 就是所謂的Teamwork 是很重要的 那一名這個Teamwork的球員呢 其實當然就是一隻 Team裡面最需要 因為才能幫助這個球隊發展 那你在做這個股票 在分析的時候 也是要注意到 就是說這家公司呢 他的後面的一些因素 是怎麼樣 成能讓他這 啊 讓他這間公司的這個價值 往上揚 那不是說只是以他的這個 啊 可能說他的資產啊 還有投資數量啊 這些來做一些比較 所以我覺得說 呃 是一個蠻 蠻不錯的一個機會 給這個青年朋友們了解到 就是有關於說這個 買賣股票也好 不管是說在做一些交易也好 這些東西其實都不是這麼簡單 不是說啊 在這個桌面上隨便講個兩三句話 那這些東西就一切OK喔 所以我倒覺得說 在這地方可以學到不少東西 而且剛剛提到的是說 剛剛提到的是雅虎的 那後面還有提到一個就是 有關於這個small world small world 我聽說還有有關於這個 薪資方面的問題 我相信這個很多的球迷朋友啊 這個觀眾朋友如果有在注意這些 有關於這個職業 呃 聯盟職業運動比賽裡面都知道 就是說 每一個隊伍呢 其實這個職業聯盟他們職業的隊伍 都有一些 這個自己的budget 都有這些 薪資的一些上限 那就是說你要花多少錢去聘請 怎麼樣的球員 甚至這個教練 還有一些這個 周圍的一些這個人啊 像是教練也好啊 這個trainer也好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來講呢 這更 呃更仔細一點 然後反而讓這個 我們就是這些 啊球迷們在玩這些遊戲的時候 玩這些所謂的 啊這個fantasy game的時候呢 還可以做到所謂的精打細算 因為等於說 口袋就這麼多錢 你怎麼樣去build up 一支 這個 champion一支第一名的球隊 那真的是一個很困難的一個問題 不過我們先來請這個 温董來跟我們分析一下 就是 如果 這個觀眾朋友們想要知道這個網站的話 就是這個 wwwsmallworld.com 就是我記得這個 網址喔 那 如果有興趣可以上去看一下 不過 在這之前我們先提到一下說 smallworld 它的這個system是怎麼樣子的呢 嗯 smallworld這個system 它主要就是 是 也是 呃 跟yahoo比起來齁 是比較 可以說比較簡化一點 是 好 那它是 呃 一百都不到 一千都不到 是 所以這都是不一定的 還有它這個 呃 有一個很 很 比較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它這個trade啊 不是說unlimited 嗯 它這是 譬如說你一個禮拜只能有兩個trade 嗯 那如果你要再多trade的話 你就要付錢 好 但是你付了錢呢 你去玩這個你好好玩呢 如果你最後是第一名的話 你會有什麼獎品 嗯 會有什麼獎品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說這種 呃 剛剛有沒有講到一句話就是這個 重心之下必有勇夫 這個smallworld我是知道說 常常他們在這個年中的時候 會安排一些禮物 譬如說你得到第一名啊 可以得到一套games 或者是 得到第一名有一些類似的這個相關商品 可以作為禮物 甚至cash 甚至這個cash price 所以這反而是讓很多的這些 一些這個玩家們覺得說 欸這其實是一個蠻有挑戰性的活動 不只是說 你玩的時候得到了這個 呃第一名的綜號 甚至還可以得到一些禮物喔 是一個蠻有意思的這個遊戲 那我們現在再稍微分享一下 像我們現在已經稍微比較一下 有關於這個yahoo 跟這個smallworld的不同喔 那我們是不是也是稍微比較一下 有關於這個smallworld yahoo 還有另外一項就是ESPN上面不同呢 ESPN好像剛剛我講過 ESPN它 它是這個兩個的更簡化一點 但是它比較不同的地方就是說 它不只是你要去選擇球員 你還可以選這個coach 那coach的話 像有的時候會有一些很surprise的coach 那coach的話 你一樣是要給它 比如說 那個 類似像salary這樣子的東西 可是它是用points來算 那一樣也是跟那個smallworld一樣 是有一個budget 是一樣是有一個budget 但是它 它的這個 它的budget是用分數來算 並不是用這個salary來算 那每個球員有不同的這個分數 那像Kevin Garnett當然分數就很高 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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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分數呢 改變的程度 就沒有像這個 smallworld這樣子的改變法 就沒有這麼大的幅度 那它 它 比較難玩的一個地方就是說 很多 很多這個球員 的這個 數字 你很難掌握 比較難掌握一點 怎麼說 因為它 整個這個stats 比較複雜 嗯 然後 它的這個 就是它分的這些categories 這些表現上面來講 是比較不同的 比較不同的 然後它的這個 球員的選項起來也比較不同 好 那它這個coach 如果有什麼 比較像是 現在這個 沒有Archie的這個coach啊 喔 Terry Porter 對 這個Polar就賺很多 嗯 就是因為它的這個 穩定性 跟它這個 整體的 而且它的 它很越多 那就表示它分數越多 在影場方面來講 所以可以考慮到就是說 真的 做一個這個professional 就是職業球隊的一個 總經理真的是不簡單 尤其是說你要考慮到 這麼多人事問題 還有你的心經上面的一些問題 所以在這方面來講 我覺得是 我覺得很鼓勵這個 這個觀眾朋友們如果有空的話 不妨上去一下 不過剛剛提到這個 ESPN的網站是什麼呢 就是在 ESPN 裡面 然後裡面有一個 Fantasy這個link 是 一進去就大家就可以看到 所以呢這三個網站 是我們今天呢 跟這個 觀眾朋友們分享的 這個幾個網站喔 那如果說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玩一下 不過在這之前呢 如果說 如果第一次您是聽到 這樣子的 這個topic 這樣子的一個話題喔 那我們同時也可以跟這個 各位介紹一下 就是說如果你進去了以後 要開始玩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給你們一些 這個建議喔 像是哪一些球員 以今年的情況來講呢 是比較好的喔 那我們現在來請郭忍 來稍微幫我們分析一下 說 以今年來講 哪一些這個球員 是我們在做交易的時候呢 比較這個 受歡迎 比較我們希望 可以拿到的一些球員 這樣的話 不至於讓這個 觀眾朋友們 在成為玩家的時候 跟其他玩家 感覺到說 好像有這個 落後了一大層的感覺喔 嗯 嗯 講到這個喔 我們就一定要講這個 Yahoo fantasy Yahoo fantasy呢 比較 就是沒有什麼trade 沒有什麼trade的這個動作 你可以去撿這個free agent 你可以跟你的這個 對手來trade這些球員 但是人家不一定要跟你換 是 所以呢 在選秀的時候 最忌諱最忌諱的是 你會去選到一些 比較容易受傷的球員 嗯哼 好 為什麼Kevin Gardner 一直RankingNo.1呢 是 因為他這幾年來 都有打滿82場 嗯哼 好 那這也是為什麼他 因為他很不容易受傷 就是耐操 對 然後又有好表現 又有好表現 這個我們在台語講 就是又便宜 不是便宜 就是說 就是很划算 因為呢 變成說 你雖然花那筆錢 可是你可以 這個預計有好的表現 從他身上出來 嗯 那LeBron James也是 他的也是比較不容易受傷的 一位球員 嗯哼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數字呢 比較好的 像是Sean Marion 跟這個Nawiski Kobe Bryant Tracy McGrady 呢 大家可能會比較 對Kobe Bryant 會比較怕一點 因為他這個 受傷很多 而且他一個人要扛 一個Laker也蠻累的 對 那Tracy McGrady Tracy McGrady 在Orlando的時候 也是常常在受傷 也是一個人在扛 但是現在因為 這個Houston的陣容 越來越強 嗯哼 他可能也許不需要做 做這麼多 是 但是他的這個 背部的受傷呢 是一直有的 嗯哼 所以這也是大家要 小心的一個地方 嗯哼 那Sean Marion呢 我是很建議大家 今年前三 前五名的時候 就可以拿他了 前五名 可以拿 趕快拿 因為今年沒有 Stardmeyer 嗯哼 沒有Stardmeyer 那籃板應該都是 在他的手上 那不過剛剛 Welton我在講到說 有關於一個球隊裡面的 這個Centers 中鋒喔 是很重要的一款 中鋒有沒有什麼樣的介紹呢 中鋒呢 重要的地方就是 因為他難打 嗯哼 然後呢好的中鋒 沒幾個 是 那像是Shark也是 我們 Shark Neal 的受傷大王 是是是 我們球技才剛不久 就馬上受傷了 是 那這個 而且他的 他也老了啦 嗯哼 那個 沒辦法打 像以前這樣子 是 沒辦法像以前這樣子 每場三十分 施物的 藍板這種 這種打法 對對對 那這個 比較好的中鋒 我會建議大家拿這個 努威斯基 是 好 努威斯基 那腰臂的話大家還是要 小心一點 他也是會受傷 也是個受傷大王 是 接下來呢 我還是 中鋒的話就是 最主要就是這個 努威斯基 因為努威斯基的這個 表現呢就是 他什麼都有 他是什麼都有的一個球員 他連 其實NBA沒有幾個三分球 可以跳出來設三分球 嗯 是 是說一句話是真的 因為常常看過就是說 努威斯基的這個球風呢 可以說 可以說是所謂的多元化的 因為 他不只是所謂